接下来二,本经之传承,本经是达摩祖师在复法给恶祖慧可大师后清传于恶祖大师的,出祖说:"吾有能切经试卷",当然就是送义的咯。 义用妇如,就是我把祂传法给你,其是如来心地要门,令出众生开释悟入。 诸位,开释悟入,重点,开佛之见,是佛的之见,悟佛的之见,入佛的之见,所以这开释悟入中间都要用顿点。 如果你把这四个字一起念,是不对的,开钝点,释钝点,悟钝点,入钝点,所以念久了也没什么感觉。 这个开释悟入是讲四个角度,并不是一句成语。开佛之见,释佛的之见,悟佛的之见,入佛的之见。 所以诸位最难得的就是入佛的之见,入佛的之见。 这个《景德传灯录》里面记载的,又到,达摩大师又说了,说无关汉地啊,唯有此经。 此经就是人且经了。 人则一行,自得度是,你按照这样的修行,当然,所谓是,就是指生命,生死的意思。 自然能度生死啊。 这个世,就是世间,世间是指生命,生命是指六道轮回。 所以人则依此能其经,顿悟心地,法门内,自得度是,自然可以超越生死。 《见道轮律师序高僧传》里面所记载的,看第三页。 因为世间的人且,是达摩祖师所传的,用以应心的。 所以后世,虽建议有两种译本,但大多只是当作参考用。 而且呢,一般谈到人且经的时候,也多是指最初的,送意的,世间能且而言。 所以要避起来啊,不要避起来。 你们要请到这一本,如果你坐在路边,说你那本是什么? 人且经他问,人且经总共有几件?你就跟他讲,世间! 他就会跟你比,比这一支的。 然后你就问说,人且经里面讲什么? 你不要再问,再问我说,你也是听不懂。 因为我们也是自己买巧啊,最多说到这里而已,哗哗哗哗就好了。 人就是这么哗,是不是这样。 第四行,从达摩祖师以来以后,正法延上的传承主要。 正法延上就是以心应心叫做正法延上。 佛的心就是正法延上。 把佛的心传下去就是正法延上。 所以这个正法延上出现最多的名词的就是禅宗。 禅宗就是佛陀的正法延上。 后来把所有开悟的见到本体的,通通叫做正法延上。 而这个正法延上重点在哪里? 重点在以心,应心不理文字,教外别传。 重点在这个地方。 所以正法延上的传承,即以能切经为应心之计。 应心是什么意思? 应证你这个心跟佛的心是一模一样的。 一模一样的。 诸位啊,你要以前的人是应心才能够传这个正法, 把这个一波才传给他的。 现在不一样啦,一波没什么稀奇啦。 要一的话,有钱买了很多。 要波的话就更多啦。 做一下波一次可以做几百个。 所以现在变成一跟波。 六祖讲啊,一波。 这个五祖传给六祖的时候,五祖就告诉他。 一波为争端之物啊。 让你命若贤失啊。 所以到后来六祖以后,就不传一跟波了。 不传一波了。 意思就是,一波它是争端啦。 会让你上命的。 大家为了抢夺那个六祖的一跟波啊。 就你看六祖差一点就被人家杀死了。 所以一波为争端之物啊。 到了你这个时代啊,六祖以后就不要再传了。 后来正如达摩祖师所议员的, 一百多年后,到了四祖道姓大师以后呢, 人切之邪就渐渐转为只是明相之邪了。 因此五祖红人大师啊, 才开始以金刚经为禅宗印心的经典。 禅宗印心的经典,金刚经。 我们称为金刚波罗,波罗蜜经。 为什么叫波罗? 金刚能断一切烦恼执着。 波罗,我们的波罗由于金刚能断一切烦恼。 那就是金刚经为禅宗印心的经典。 那么金刚经啊,那么就容易多了。 对不对,容易多了。 现在全台湾省的话,几乎大家都送金刚经。 那么就很普遍呢, 但是几乎没有人在送人切经。 没有人在送的人切经。 六指闻客,送金刚经。 有所勿实。 问客从哪里来? 你从哪里来? 客答说,我从齐州。 齐州就是今天的湖北。 齐州,湖北,黄梅县,东山市来的。 齐市是五祖。 忍大师啊,再比祖化。 大师啊,常见身俗啊, 但持金刚经啊,极致见性, 直了成佛。 因此金刚经开始啊,才盛行仪式。 在台湾几乎没有一个佛弟子, 没送过金刚经的。 而南七经即从水墨出唐, 开始大叶西元六零零年, 便渐渐失传了。 是传了。 啊, 请参考本书护录一, 宋蒋之旗,能且精绪。 在后面呢,你们自己去看。 啊, 一直到了北宋仁宗的时候啊, 有一个朝廷大臣啊, 官位太子太保, 名张安道, 又名叫做张乐泉。 先生于仁宗庆历, 西元一零四一年, 为楚周牧。 楚就是安徽。 这个周牧呢, 就是古代周长的名字, 叫做周牧。 啊,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啦, 神长啦。 哎, 如果把安徽当作一个神, 就是神长啦。 如果把安徽啊, 当作当是一个周, 那么就是周长。 这个周牧就是周长的意思。 啊, 就是安徽啊, 啊, 那个周的周长。 才偶然之间呢, 又发觉出能且精。 自读之后, 如见故物啊, 大有所物。 柔书东坡的续文当中啊, 张公之一声色。 那, 就来到一个出家人的疗坊。 偶见此经。 突然看到这本能且精, 入手恍然。 恍然就是忽然啊。 啊, 好像有一股力量, 让它整个定住。 忽然, 如获救物, 就好像很熟悉一样的。 看到以前呢, 熟悉的东西。 开箭, 胃中啊, 打开啊, 这个能且精还没有到。 终了的时候, 数丈兵节啊, 数丈啊, 无量节的生死业障啊, 消除。 那你就知道这本能且精的功能啊, 功德啊, 利益有多大。 啊, 所以古时候啊, 说啊, 如果有人啊, 有一年啊, 那么, 听闻到能且, 这个精明, 竟然, 将来必定成佛。 因为这个是成佛的这一部经典。 细事笔墨啊, 手继婉然。 啊, 好好的去了解, 因为以前都是用毛笔写的咯, 用毛笔写的。 啊, 手机啊, 他写的这个, 他写的这个, 用手写的抄了, 这个能且精的毛笔啊。 啊, 碗蓝, 这个碗蓝就是很完整。 没有脱落了, 很完整了。 碗蓝就是非常完整了。 哎, 非常的完整了。 悲喜, 太喜。 太喜啊, 啊, 翻过来第四页。 悲喜, 一边的悲伤, 一边喜叶, 叹喜。 太喜的意思就是, 长生叹喜说, 啊, 这么好的经典, 竟然摆在这儿, 没能看, 才经过了这么久。 太喜就是长生叹喜, 就像我们常, 啊, 啊, 感叹的意思呢, 从事物路, 尝语经手试据啊, 发明新药。 啊, 发明新药。 建本书户路二, 苏东伯训。 后来, 张公, 哎, 这张公就是张安道, 张乐泉, 以此, 南切经亲自, 啊, 教授苏东伯, 并且出钱三十万。 反正呢, 每一个朝代都有那种大户法出现。 他钱没问题, 一下, 出三十万。 我在当时来讲的可不是一个小数目, 这个是很大的数目。 啊, 请苏东伯, 科印此经, 令, 流传一次。 苏东伯的好友, 叫做佛印和尚, 又称为佛印禅师啊, 却相当建议说, 以其科印啊, 不如由苏东伯啊, 你自己来书写。 你写完了, 有一个版本, 然后再来啊, 用你的版本再来科印, 便能流传。 啊, 得久, 诸位, 为什么叫做科印啊? 科是什么意思啊? 科, 就是把文字啊, 科在啊, 板上啊, 你把油墨一粘上去, 再, 再上一次墨, 要印, 就一下子就出了好几张了, 以前没有印刷树啊, 科印是什么意思啊? 科以前就是用刀子, 你知道吗? 一个字一个字, 科科科, 那个, 中国人的功夫是最强的咯, 那个雕刻的, 细腻的, 文字的细腻, 一下子, 刷刷一张就出来了, 刷刷第二张就出来了, 就这样子, 科印更能流传得久, 因为啊, 东坡基士的书法是有名的, 世人为珍惜其末宝, 一定会妥为保存其手写之间, 所以我们今天呢, 由衷地感谢苏东坡, 这苏东坡意思啊, 将此经写一遍, 就是抄写一遍的意思, 然后科印传释, 这个科就用刀子了, 那个就不是用印刷了, 先科, 科完了, 再印, 然后再把它装定, 以前呢, 你们看过那个线装有没有, 线装, 用线把它装起来, 这个是古书都是用那种情形, 因为一张一张, 一张一张, 然后把它折好, 定下去, 就用线, 一直缝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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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线装, 你看到那个线装, 就是古时候的装定方式, 现今所传着, 即是张公所传着, 东坡即是所熟写的, 然而至随末, 至北宋末期, 整整消失了多少年呢? 此经师传了将近四百五十年, 那有故哦, 四百五十年, 四百五十年, 你看经过了多少朝代动荡, 我们有幸现在, 还能清读这部无上, 甚深的宝典, 前拜, 张公, 苏公, 二大居士之士, 这个张安道, 然后呢, 苏东坡, 二大居士之士, 一期功德不可没, 故特自之, 很了不起哦, 好, 接下来第三, 南结经的大义, 以南结经的这个结构A, 以篇章来看, 本经呢, 共有四卷, 而且每一卷呢, 皆以传统的方式, 于卷下分品, 但是本经特别不一样, 然而本经独特的地方为, 每卷只有一瓶, 四卷总共才四瓶, 而且每一瓶之品名, 都是一样, 一切佛与新品, 什么叫做一切佛与新品呢? 一切都是诸佛所说的, 心法, 完全一模一样, 诸佛十方三世, 一切诸佛的心, 都是一样的, 所以没有别品, 就是这个品名, 只有这样的一个名字, 是一切佛与新品, 见一见二见三见世, 这就是非常独特咯, 意思就是佛的心, 都完全一样的, 不二的意思, 为什么叫一切佛与新品? 因为法不二, 入不二法门, 是诸佛的心, 因此所有的品名都一样, 此时分, 见一见二见三见世, 这四见及四品, 考其意, 概可代表经中所产发的世门, 以下将稍加解释此世门, 此世门, 就是无法三自性, 八四二五五, 这个要稍微背一下, 五三八二, 无法三自性, 八四二五五, 叫做四门, 所以你先翻开第九页, 第九页, 第九页, 第九页的中间, A了四门, 上面所提到的四门是, 无法三自性, 八四二五五五, 所以简称, 无法三自性, 八四二五五五, 我们先看, 再翻回来, 第五页, 而四品都是同一个名字, 也就是表示四品的, 会归一意, 一意, 就是第一意地, 诸位, 什么叫做第一意地? 第一意地就是不二, 不可思议的绝对, 一意地, 真理, 最极究竟圆顿无上, 叫做第一地, 佛讲的第一, 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一, 不是比较的一, 那个叫做绝对的地理, 成佛不恶的真理, 叫做第一意地, 就是你想全佛, 你就必须入到第一意地, 所以佛讲的第一地, 不是对第二意地讲的, 也不是对第三意地讲的, 这个有的诸解讲, 第一地就是第二意地讲的, 诸位, 那个当然就是方便了, 一有第一就是第二, 那是方便说的, 但是真正的第一地, 是绝对的, 佛讲的第一, 就是不可言说, 不可思议, 是绝对的圆, 绝对的顿, 叫做第一意地, 那就是我们8月26, 摘生大会要开始的第一地, 第二集, 而且第一, 就是不恶, 诸位, 什么叫做不恶? 自敬不恶, 就是你的智慧跟这个境界, 其实是不恶的, 是不恶的, 所有的智慧可以展现在境界里面, 所有的境界, 其实都是智慧的展现, 静置不恶, 是故事品, 无有别名, 没有其他的别名, 又所谓不恶之第一地, 乃为一切诸佛之所共说, 而此间所要成事的, 即是一切诸佛之所共说的, 第一法门的新要。 这个第一, 第一啊, 在这个大波罗经里面讲, 或者中观里面讲, 叫做大空, 加一个大空, 第一, 大空, 大空就是绝对空, 在这里用第一法门的新要, 那么第一就是绝对空, 没有东西, 真如, 究竟一真, 第一法门的新要, 所谓智觉慎智, 智觉慎去, 智觉慎去是简称, 这个名声你一定要背起来, 从往后, 这四个智觉慎气一直重复出现。 智觉慎气是什么意思? 智觉是自己觉悟, 慎就是慎智, 趋就是入, 趋入第一地。 我们自己的洁性, 圣能的智慧, 是圣智, 圣是后面加一个智慧了, 趋就是入, 趋入第一地。 智觉慎智, 趋入第一地。 简称智觉慎去, 或者叫做智觉慎智。 这个慎, 底下一定要加一个智慧的智。 智觉慎智,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, 心中如果你自己觉悟啊, 你都有圣能的智慧。 不是只有佛有, 如果你肯放下, 如果你肯修行。 每一个人, 都存在有圣能的智慧。 智觉是什么意思? 就是你最重要的, 要自己觉悟, 要有志气, 要有骨气, 不要常常生气。 有自觉。 有自觉。 主位, 如果没有自觉作用, 那就最糟糕的, 就是没有动力。 主位, 你有好的, 大悟的师父。 假设说呢, 大善之士, 在你旁边。 有没有用? 不一定有用。 二, 你有好的, 这么慈悲的同餐道友, 在顶着你, 扶持着你。 有没有用? 不一定有用。 重点在, 你自己有没有志气, 你要不要觉悟啊? 如果说, 我想浑浑噩噩噩的过一生, 我不需要觉悟啊。 那, 大善之士也没有用啊, 同餐道友也没有用啊。 对不对? 但是如果你两样记住了, 大善之士也记住了, 同餐道友也都这么扶持你, 那么, 你这个自觉作用也强。 不得了。 你自己的觉悟, 圣人的智慧。 你自觉, 就等同圣人的智慧。 去入, 去就是入。 入, 第一地。 这是一切如来的智症境界。 这个症, 还要加一个内, 智内症。 那么, 就比较接近佛的意思。 所以我们常讲说, 一个有休息的人, 他是有智内症的功夫。 智内症啊, 一定要加一个内, 那么加一个内症的功夫。 那么, 这个就是境界不能造假咯。 有就是有了, 悟就是悟了, 不悟就是不悟咯。 智内症啊, 不是像现在, 末法时期呢, 很多的没有功夫呢, 或者没有智症的功夫呢, 都到处搞宣传啦, 做表象啦, 要捞一点好处啦。 这个智症的境界可不是这样。 完全活在真实。 真正的, 实在的, 神明真如本性。 所以智症境界有什么好处? 这是一切如来的智症境界。 智症境界就是完全活在真如理地。 真实的心性当中, 一点不虚味, 一点不造假。 没有杀道瘾, 没有贪嗔痴, 完全清凉, 解脱自在。 叫做智内症。 一切诸佛, 皆以此为心印, 故称各品, 为一切佛于心品。 B, 以文体来看, 本经以文体来看, 可以分为祝诵。 祝诵就是用五个字, 后面都是五个字, 五个字, 五个字, 为一个俱诵。 以及长行, 长行就是文字, 不侷限于俱诵, 就用长行文, 就是散文, 两大部分, 俱诵部分, 就是一开始大会的一百零八文。 一百零八文。 这个一百零八文啊, 这样问啊, 前面如果叫一口气, 才能够显示, 中间没有间断。 就是大会菩萨一口气, 问一百零八文。 你想想看, 我们一般人哪有这种记忆啊? 哪有这种记忆啊? 一百零八文, 还不用看草稿的。 一直问, 一直问, 一般人来问他第三个, 你等一下, 你等一下, 为什么? 你问一百零八个文, 我哪有办法从, 从头这样给你回答。 大会菩萨一口气, 问一百零八个问题。 这个除了佛有办法招架以外, 谁有办法? 问到后面, 你前面在问什么, 你也忘记啦。 那你第一个问题是问什么? 麻烦你再重悟一遍。 那谁记得一百零八文呢? 这个还不是一般的普通的记忆啦。 大会菩萨这一口气, 问了一百零八文, 其实是不止一百零八, 总共问了一百零十一个问题。 一百零八是个接近的数目。 一百零八代表一百零招架环脑, 断一百零招架环脑就产生智慧。 这是表法的, 用一百零八, 一百零八念诸也是一百零八, 是不是? 那其实真正的问题也不止一百零八, 这讲一个大概的数目。 大会菩萨一句问, 接着是尊一句回答此百八文。 此百八文可以说是本经的总文, 总文就全部在句诵里面表达, 问答问答。 诸位, 总文, 诸位听哦, 总文是对言顿跟气的。 就是,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误了, 气怒了, 成佛了, 那后面这个长寒文就是多余的。 但是, 有没有所有的人都这样, 拒答, 济问, 拒答, 用拒诵来问, 拒诵来答, 有没有这种根气? 没有, 没有这种根气, 没有这种根气, 有长寒文, 长寒文, 就是原顿教里面的建教。 诸位, 注意听, 原顿里面分两个角度, 自原顿中的原顿, 就是拒答, 拒问。 原顿中的建, 建教, 就是后面的长寒文, 后面的长寒文, 用拒问, 拒答, 是原顿中的原顿, 用长寒文, 来问, 来答, 是原顿中的建, 原顿中的建, 就是, 没办法啦, 没办法, 大家都是正道实地菩萨啦, 虽然是原顿啦, 但是, 有一些还是要发挥一下, 记得哦, 两种, 长寒文也是原的, 原顿教的哦, 不是一般的哦, 如果说, 俱诵是对原顿教, 那么长寒文是对建教, 那是大大错误的, 这里面没有建教的, 你知道吗? 这里面没有建教的, 统统是原顿教的, 只是它稍微要分析一点, 所以就是原顿的建, 要这样子的, 两种都是原顿教, 但是, 全面是原顿的制原, 最原顿的根基, 后面是, 也是原顿教, 但是, 是比较建一点, 原顿当中的建教, 你知道吗? 所以这本经典全部, 都是对原顿跟其所讲的, 而世尊的句答, 可以说是本经的总答, 大会的百八问, 就是, 即使于法有疑, 大会菩萨于位居, 实地自然不会有这么多的疑问, 当视为菩萨以慈悲愿力示现, 带众生问, 答对了, 就是这样子, 实地菩萨要成佛的哪有这些问题呢? 所以告诉诸位, 奥斯卡金像讲, 应该由释迦摩尼佛, 还有他的弟子来得, 演那个细思演得那么的逼真, 就像阿难啊, 视线啊, 进入影视啊, 拆点悔戒啊, 然后啊, 文殊实地菩萨提西啊, 然后回来啊, 要没有阿难这样的视线, 你哪有任言经可以听啊? 演一出戏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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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佛, 开始一出戏啊, 大慧菩萨也是这样子, 演一出戏啊, 所以一佛出世啊, 千佛富此啊, 千佛富此啊, 都是佛啊, 来视线的, 也说来视线他的徒弟啊, 所以啊, 这些其实啊, 都是带众生问啊, 所以视尊所有的回答, 其实都是, 啊, 对众生在回答的, 视尊的巨答, 就是适语, 决语, 破语, 解释语问, 解决疑问, 破除疑问, 然而总问, 总答这一部分, 问以答都非常的简约, 常只是点到为止, 因此是对最上上, 圆顿, 跟熟的众生, 为什么要讲跟熟, 为什么要讲跟熟, 跟去因缘俱足, 要不是那种跟去的, 那么就不能叫做上上的圆顿, 为什么要加两个上, 就是没有比这个更上的了, 所以, 人切经是对上上圆顿, 跟熟的众生, 跟熟就是, 啊, 善根深厚, 因缘俱足, 所说的无上, 顿悟, 顿正之法门, 所以, 很难领略, 尤其是, 世尊的巨大, 若不杰则, 很容易以为是, 驴头不对马嘴, 驴头不对马嘴, 是, 比翼不相契合, 嘎为力, 奇怪, 大家会这样问, 那佛怎么这样打, 好像对不上, 那以前呢, 弟子一问, 一打, 一问一打, 哦, 都是, 很工整的, 现在啊, 大会这么有刺激的问, 结果佛的回答, 超乎你的想象, 打乱你的次第, 打乱次第就是叫你顿悟, 诸法并没有次第, 这一般人来讲啊, 诶, 大会这样问了一百零八万, 为什么世尊是这样回答, 答非所问啊, 好像前后不相, 不衔接啊, 佛陀就是要破除, 你那个剑刺地的生灭法, 比, 这个驴头不对麻嘴, 比以不相契合, 答非所问啊, 乃之无论世尊, 之巨答, 只是重复, 问句, 或故而言他, 就是故左右而言他啦, 故左右而言他, 就是没讲到重点, 左边看一看啊, 右边看一看, 讲一讲, 好像没有针对问题来回答, 叫做故左右而言他, 第六页, 令人如, 堕入, 堕无礼物中, 摸不着头脑, 有一点像后世, 主世的某些公案一样, 都是, 便捷的世尊的回答, 好像是毫无意义, 也许是这个缘故, 因此, 以前有人编印南前经的时候, 就干脆把这一部分, 完全省略掉, 惨啦, 完全省略掉了, 你看看他有这个胆量, 印经点啦, 编排啦, 就把这个, 哎, 这个在讲什么呢, 牛头不对嘛, 好,删掉, 你看, 碎碎变成, 还好, 我们的成功法师, 这部分没删掉, 这个是最重要, 最重要的, 而, 从长行开始印起, 这对读者来说, 实在是很大很大的损失啊, 至于一般注释本, 也常只把这些据颂, 照表面的致意, 讲一遍, 或者是照抄一遍, 这点我可以证明, 确实是这样子, 你是不是也看过, 啊, 这些, 注释本, 确实是这样, 至于据颂的问, 以答之间的相应, 前后没落脉络, 关系一致啊, 潜藏在至理行间的精药, 以及颜外之意, 颜外之意, 颜外之意, 玄外之音, 就很少啊, 有, 有就是有人了, 探就去探索, 发尾就是发现, 尾就是他的深奥之处, 以至于佛菩萨在经中, 所要取答的无上生意, 便无有得知, 取答就是不直接回答, 叫做取答, 要你回光返照, 你问了这个问题, 我回答的这个问题, 要你审查自己的, 回光返照你的心性, 问题不在你问的问题, 问题是在你那个心, 是什么心在, 问问题, 所以这个叫做取答, 没有直接, 所以要取答的无上生意, 便无有得知了, 关于据问据答的各成意义啊, 本书中, 有详细的分析探讨, 好, 请悦正文便知, 在此之不赘述, 赘述就是重复的再讲一遍, 很麻烦, 此非我能也, 盖佛菩萨互念也, 意思就是, 不是我成观有这个能耐能力的, 这是诸佛菩萨加倍, 才有今天的成就, 才有今天的这样, 这本书, 这个就是一种迁徙啊, 这底下这挂福, 就是成观法师非常的迁徙, 自己非常的谦虚说, 此非我能也, 这不是我能力所能及的, 其实真的, 却菩萨念就是加倍加持, 盖是佛菩萨互念加持, 才有这个能力的, 在据问据答之后呢, 便是长行文, 常行文, 如上所述, 据问据答, 是总问总答, 总问总答, 在旁边写三个字, 顿中顿, 就是针对原顿, 上上原顿根基的, 总问总答, 是顿中顿, 别问别答, 后面那个别问别答, 长行文写出来, 叫做顿中项, 顿中项, 这里是顿中顿, 后面的别问别答长行文, 叫做顿中项, 那么这样你就知道, 这总问总答, 这个据说有多么的重要, 那么如果说总问总答已经开悟了, 彻底了解佛语了, 那么就不需要后面那个别问别答, 都是多余的啦, 因为他已经贯通了嘛, 看底下因为大慧菩萨, 把他所有问题都一口气, 没有间断的提出来, 接着世尊又一口气, 全部一起回答, 所以称重问总答, 都是一口气的, 而长行部分, 则是别问别答, 别问你别答, 也就是大慧菩萨, 把一百零八问, 其实是一百一十一个问啦, 方便说差不多这个数目啦, 所以一百零八不是固定的数目, 只是个表法的大约是一百零八, 但其实是一百一十一啦, 重新以长行的方式, 有条理次第的, 一条一条分别再提出来, 为什么? 因为里面有顿中间啊, 有的有时候听不太懂啊, 在句, 总问总答, 对不对? 句问句答里面, 那个是根气力的人啊, 后来别问别答, 那是顿中间啊, 是第一条一条的分别再提出来, 然后时尊在一条一条很详尽的回答, 所以称为别问别答, 别问别答, 旁边写三个字, 顿中间, 注意哦, 那个见不是你平常认识的那个见教菩萨的见哦, 这是所谓的见, 仍然是顿根的人, 大力根的人啊, 所以称为别问别答, 那么也就是啊, 分别啊, 一一广说, 广说就是详说咯, 这是因为啊, 大会菩萨恐怕啊, 当场啊, 会众以及啊, 末世的众生不能完全领会, 误入总问总答的境界, 因此在大悲力啊, 成佛微神啊, 条条别问, 条条就是一条一条的别问啊, 因此据诵中啊, 这总问总答, 可以说是顿中之顿啊, 长行中的别问别答, 可以说是顿中有见啊, 注意第一个字, 注意第一个字, 通通是顿, 顿中之顿, 顿中之见啊, 上面那个字最重要, 通通是顿根的人, 都是对上根立枝的人讲的, 以上是从文体来看, 能切经的结构, 接下来二, 能切的法门, A 大纲, 性与相, 任何的法不能离开性与相的讨论, 性就是离, 是, 相就是事相, 性就是体, 相就是相用, 有相, 它才有作用啊, 是不是? 所以啊, 性是离, 性是体, 相是是, 相就是相用, 所谓, 万法不离, 性, 以, 相, 的讨论, 我们今天讲经说法, 不能离开, 性相, 还有, 理跟是, 万法绝对没办法离开了, 万法如果离开了, 性相, 理是, 那你怎么讨论呢? 所有的讲经说法, 仍然不能离开, 性相跟理事啊, 所以啊, A 大纲, 性与相, 佛在人切经所要开禅, 的就是性与相二门, 而且是平均发展, 离, 这也是本经, 仍切经的特色之一, 因此本经不但是性中最高的经典, 性中最高的经典, 全部讲本性, 就是离, 同时也被相中, 就是讲明相的为是中, 行人奉为归念, 是学唯一是法相学的人, 必须的经典之一, 必读的经典之一, 佛在一般开示性相的经中, 为适应众生的根基, 不是偏于性上的禅发, 就是偏向于向上的探究, 性上直气真如, 向上微气的分析, 让你见悟, 答案还是引入真如实相, 还是引入第一地大空, 归言无恶入, 方便有多门, 直气, 就是用性上单刀直入的气入, 那个是属于顿根的人, 在明相上解释了以后, 慢慢的破除种种的执着, 那么, 这个也是一种, 方法也是要气入第一地大空, 答案都是一样, 但是方便有多门, 所以佛法互相攻击, 这个人不懂的佛法, 你吃你的饭, 我吃我的稀饭, 美国人吃美国人的面包, 汉堡, 我们呢, 台湾呢, 有人吃烧饼油条, 只要个人吃完个人饱就好, 不要说烧饼油条好不好吃, 还是汉堡比较好吃, 没有的, 在能切经这个角度上来讲, 争论就不以佛的心相应, 争论是你没有贯通性向, 恶中你自己争论, 争论是在跟自己的偏执观念角度在争论的, 没有人跟你争论的, 没有人跟你争论的, 法法本空哪有争论的, 注意,争论是跟自己的心过不去的, 不是跟别人, 你立一个之间, 自己突不破, 然后又变成对立, 比如说, 你护持某某人, 那变成, 其他的人就怎么样, 可以啊, 种种的闻心啊, 攻击啊, 否定, 这个都不是懂得佛法的人, 不是懂得佛法的人, 其实偏向向上的探究, 就是为是中, 偏向向上, 在这注意哦, 因为, 一切的众生, 没有办法一下子, 就顿气顿悟, 所以, 当然就要讲经说话, 那讲经说话, 就一定会用到向上的东西, 所以修复, 跟这些想要讲经说话的人, 说了一句重要的心, 一个建议, 就是你在为是学向, 如果没有下过功夫, 你很难在弘法上, 有强大的力道, 因为, 你一开口就是明相啊, 你一开口就是明相啊, 所以在讲经的人啊, 一定要对为是中, 相关的书籍, 一定要彻底的了解, 即是偏向向上的探究, 意思就是, 为适应众生的根据, 不是偏于性上的禅法, 就是偏向向上的探究, 很少有二者病重的, 因为光是性, 或者像任何一门, 都是很深奥的, 除非是上上根属的众生, 才能坚仇变故, 单单一门为是邪哦, 单单一门为是邪, 你都必须搞十年, 那禅宗的开悟, 见性, 那就要看根器了, 有的十年搞不来, 有的刹那之间呢, 这就不一定, 看你的圆盾根器, 利还是不利啊, 你这把刀很利, 一刀砍下去, 烦恼就死了, 那就是顿根的人, 一刀下烧, 无名就死了, 那个就是利根的人了, 可是啊, 有的人啊, 这把刀啊, 很顿, 不是那种顿根的顿哦, 很顿的顿哦, 很差的意思啦, 那个烦恼啊, 这把刀拿起来, 一直是顾尾灯, 怎么砍呢? 烦恼就是砍不断, 砍了五年, 砍不断, 十年, 砍不断, 念佛念了很久, 还是跟人家争执不休, 还是会看别人的过失, 这把刀子就是不够力, 搞了五年, 十年, 人我是非, 始终断不了, 人家上根立字的时候, 哎呀, 师父说, 万法本空啊, 入第一一第二, 一切像不可得, 那一下子万言放下,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争执, 一念之间就去入佛性, 所以这就作为哦, 你这辈子想要用最, 最快的方法, 见到佛的心, 想要修行最大的得力, 就是四个字, 万法放下, 没有其他的门徒, 万法放下, 最力, 最快, 通达佛的心性, 没有比这个更快的, 为什么,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嘛, 没有比这个更快, 万言放下, 万法放下, 没有比这个, 最快修行的方式, 主委呀, 修行有没有更快的, 这个最快啦, 那你为什么修行怎么慢, 就是放不下咯, 什么都卡住咯, 对不对, 观念卡住咯, 烦恼卡住咯, 你还在在意别人对你好, 对你不好, 你怎么会解脱咯, 是不是, 所以说呀, 除非是上上跟熟的众生, 才能坚仇并故啊, 有以上的原因, 才有性向恶中的分野, 分野就是界限咯, 有的人搞禅的, 有的人搞为世的啦, 乃至于有后世的性向恶中之行人, 修行与协力上互相冲突, 公法, 对, 不懂佛法的人, 才会在, 没有见性的人, 才会在佛的谐理上, 教理上, 互相冲突, 公法, 乃至于水火不容, 不相水火, 就是大悟见性的人, 没有此事, 诸位, 大悟见性的人, 你要来跟他争吵, 他都还不晓得怎么样跟你吵呢, 诸法本空, 不可以立一个观念, 不可以立一个名相, 不可以立一个好, 不可以立一个坏, 得不失善, 不失恶, 就这么实施, 明上座本来的面目, 诸位, 你要跟悟大的人吵, 他都不晓得要怎么样跟你吵架, 才吵得起来, 因为他的心中, 是绝对的包容, 绝对的容忍, 绝对的无相, 他怎么跟你吵架呢? 除非啊, 他要视线变成凡夫, 要不能怎么吵架, 所以在这诸位啊, 大悟的人是绝对的包容的, 他不是怕你的啦, 他是可怜你啊, 你用网路去攻击他, 或者是报章杂志啊, 去伤害他, 大悟的人, 人家都不会回应啊, 人家也不需要回应, 为什么? 另一个点就错了, 在这个真正悟道的人, 他的性相, 都圆融于一心, 诸位, 只有心不悟道的人, 才会攻击相, 只有相, 着相的人, 才会攻击性, 诸位, 在一个悟道的人, 他性相, 是圆融的, 既然有一个圆融的心, 就有绝对的包容, 因此, 他容许别人意见, 跟他不一样的看法, 意见不一样的看法, 所以, 在这之外啊, 如果, 一个, 真正悟道的人, 他就有绝对的包容, 就像, 我呀, 你来解下案件, 我们绝对的包容你, 我们需要, 人家一分尊重, 当然我们也要懂得去尊重别人, 你受用就好, 不一定要看我的, 在这诸位哦, 你到别的道场去看一看, 不骗你的, 不是所有道场都这样, 有的道场是, 除了那个师父的法, 可以看, 其他的, 叫做说光光, 说光光的意思是, 说到光盘, 一盘都不剩, 一本其他的外来的经典, 就绝对不会让你看到, 他们有自己的口号, 有自己的口号, 主委啊, 如果我今天来讲, 你们听我会立的, 如果我讲, 就不准看其他的法师的, 那么请问, 这样叫做平等吗? 不平等, 这样叫做包容吗? 不包容, 这样叫做理性的宗教吗? 不够理性, 为什么只有看你的呢? 所以师父呢, 允许看任何一个法师的, 你冷静, 比较, 看师父讲的法, 能不能跟你相应, 那就表示你跟我有缘, 这样是说, 我的法实在是, 我讲的这个调调, 你很不屑, 或者是, 不符合你, 是不是啊? 哎呀, 哪有人讲经, 讲了那么多笑话的, 哎呀, 不相应, 不相应, 没关系, 合掌令欢喜, 这不是很好吗? 所以师父一直告诉大家, 夫教是理性的宗教, 一个真正的悟道的人, 他是绝对的包容的, 他根本就不会想要改变你, 我为什么要改变你? 我没有必要改变你, 是你觉得跟我的法相应, 你自己改变自己, 那我有一个责任, 我所说的法, 不可以我自己编出来的, 一定要依据释迦牟尼佛讲的经典, 一定要依据祖师, 而且是有功夫大悟见性的人, 他讲出来为依据, 我才做如是说, 我没有那个能耐自己编出来, 没有那个能耐的, 所以每个人素食的因缘不一样, 有的看到师父就很喜悦, 法很相应, 有的人看到我, 算一下就, 拜拜,拜拜, 明天知道你都没过来, 这个很正常的, 这个很正常的啦, 为什么? 在我们的看来, 你想看释迦牟尼佛, 在讲法华经的时候, 五千比丘退洗啊, 你想想看哦, 释迦牟尼佛讲经, 还有五千人不要听他讲经哦, 我们还不错咧, 我们讲到现在三百多人, 还没有一个人敢跑出去啦, 因为铁门关起来, 他跑不出去啦, 对不对, 我这样想一想, 是不是就很安慰啦, 是不是也很安慰啦, 大家都没有走动啦, 是不是, 因此啊, 再看几下啊, 这不像水火之事啊, 所以, 水火不容咯, 然而从这部能学经来看啊, 这些冲突啊, 功法呀, 都是莫须有的, 所以因此, 再者主委, 下面这句话, 只有, 没有悟到究竟的人, 他才会争论, 六主讲, 争以道相为, 这个争呢, 是加言部的, 不是那个, 那个斗争那个争呢, 是加言部的, 意思就是, 悟到不究竟的人, 就会有争, 就是语言就会冲突, 语言就会冲突, 这位悟到究竟的人啊, 他就享受这份极灭, 诸法本不生啊, 本不灭, 哪有东西可以冲突, 哪有东西, 啊, 可以否定别人, 哪有东西可以肯定自己, 诸法本来就空的东西, 是一体的东西, 是绝对的东西, 在这诸位, 学佛有一个好处, 就是, 把自己啊, 慢慢变成理性的圣人, 吵着这个, 哦, 你听经文法以后, 原来, 佛法是这么理性的, 对不同意见的人, 它是这么的包容, 能包容不同意见的人, 这个是真正邪佛的人, 而不是说, 跟你当面冲突, 你就把他当作是仇人, 那这个法不入心的, 欢迎众生啊, 怎么样, 来, 欢喜心来随喜来赞叹, 佛教, 但是, 我们佛教, 也经得起人家批判, 持不同的意见, 来攻击我们, 啊, 但是, 希望他攻击的有道理, 啊, 攻击的有道理, 也烧得到养处, 啊, 所以佛教, 如果有切施, 我们改进, 但是呢, 他如果说,啊, 有来, 对我们挑衅, 怎么样, 我们不要回应, 为什么, 这样, 功法, 冲突, 水火不容, 不是佛法, 不是佛法, 从今天起, 摆平自己, 你就真正体会佛法, 彻底摆平自己,